大家好,我叫张怀龙,是来自英特尔的银计算工程师 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和实践 下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 本次分享是由我和浪潮集团的同事为大家带来 我们分享的题目是Monitor Mesh for Edge Clusters 中文也叫编辑群的监控网格 现在看一下我们的background 相比云计算 编辑算由于部署更加靠近数据源以及终端用户 所以编辑算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带宽流量密集型的服务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 这些更好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更低的延时 以及解决了流量汇聚过大的问题等 正因为编辑算拥有这些优势 所以编辑算被很多新兴的领域所迫切需要 这些领域包括智能制造 智慧程式 游戏实况以及车辆网等 为了解决这些应用场景的问题 编辑算实际上引入了云计算帕子平台的一些工程能力 来解决编辑算在应用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 API服务应用的API兼容问题 服务之间的网络联通性问题 以及服务部署监控等运维问题 其中不监控运维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问题 随着编辑算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张 集群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于是这会带来很多的监控问题 传统的监控方案对这些问题可能没法解决 也可能很难解决 于是我们今天提出了我们自己的一套方案 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在提出我们的方案之前 我们先把云计算 编辑算的场景分为了两类 其中一类也就是通信运营商的场景 我们以中国移动的MEC为例 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聚焦于高性能和高可靠应用的 云计算平台 通信运营商通常会组建一条专线 来解决网络的质量问题 因此在这种场景下不存在弱网问题 所谓的弱网问题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由于网络的不稳定导致的网络延时 以及抖动或者网络传输的质量过低的问题 在下面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集中的数据中心 有区域的数据中心 以及边计算中心 那所有的这些数据中心 它都会组成各自的集群 而不同的集群之间 他们有不同的需求 主要表现在比如实验的需求不一样 那对所有的这些集群和数据中心 我们需要提供一个统一的监控方案 去解决 去对他们进行监控 这是在通信运营上的场景里面 我们提出的监控问题 第二种场景是ITOT的场景 很多服务的提供商 他们把云计算的能力下沉到边节点上 边缘节点在边缘节点上 做一些创新开发 这个时候网络是一个黑核 它极度的依赖于公网的能力 所以这又引入了一些问题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弱网问题 以及网络单项连接的问题 不同的网络之间的接入问题 以及最后我们不同的边缘节点 集群之间的自制机制的问题 我们把以上两种场景 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总结为以下四个通点 关于边缘计算监控的一些通点 首先第一个通点 就是不同的边缘集群 以及其上的工作负载的差异性 导致给边缘计算监控 带来的一些挑战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 在边缘集群当中 它创建边缘集群的一些 框架性的版本问题 具体来说 比如Kubernetes的一些 不同集群的Kubernetes的版本 的不一致的问题 不同的集群当中 监控设备 服务设备的版本不一致的问题 以及其上一些工作负载 版本不一样的问题 很多工作负载 虽然提供相同的功能 但是实际上 它们的版本会有 或多或少的差别 那第二个通点 就是基于第一个上面的通点 我们会发现在边缘计算当中 集群里面的这种监控设备 以及服务的数量很多 它们的加入 或者变更 或者删除 会很频繁 也会很多 于是这就需要我们的监控方案 能够提供监控对象的 自发现的能力 这也是对我们的监控方案的 一个挑战 第三点就是数据的同学同问题 这主要是表现在 边缘中心和边缘节点 边缘中心以及云中心 中心云或者叫云管平台的 之间的这种数据协同 这主要是表现在 监控数据的协同问题 以及监控 监控配置 以及这些监控组件的 配置信息的问题 协同问题 第四一点 就是我们需要解决 在ITOT场景下的弱网问题 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问题 那基于上述的四个痛点 我们提出了Monitor Mesh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网格监控方案 灵感来源于服务网格的概念 监控网格和服务网格 拥有很多相似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控制面和数据面 以及服务监控网格中的一些监控对象的 服务监控自发现 这主要来源于我们对监控数据的一些分析 然后由我们的控制面 去实现这种监控对象的自发现 下面这张图 说我们可以先看这张图中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控制面 它主要有四个组件构成 监控策略的配置器 它主要是为了针对我们的边缘集群 去做监控策略的配置 方案配置 各种集群的配置 第二个是我们的监控对象的探测器 这主要用于实现我们刚才说到的 监控对象的自发现服务 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监控方案的生成器 相比于监控策略的配置器 监控方案是一条一条的 有序的可执行的一些命令 所以在监控方案生成以后 我们需要有监控方案的分发器 由特别类似服务网格当中的一些配置文件下发 这个地方我们是下发监控的一些执行方案 到我们的数据面 然后除这四个组件构成了我们的整体的MMC 也就是monitor mesh controller 控制控制面的四个重要的功能组件 除此以外我们有个resource manager 也就是我们的资源管理器 在这个资源管理器主要管理了我们监控各种监控组件的一些image 以及metadata 主要表现在我们加入我们边计算的当中的一些集群的集群信息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面 在下面我们数据面主要包含两个组件 一个是edge resource center 也就是我们边边计算资源中心 这是一个我们当前的数据面需要的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 这个资源中心边计算的资源中心 实际上可以说是我们的资源管理器的 控制面资源管理器的一个子集 仅仅需要拉取它相应的需要的必要的一些数据信息 这是为了解决流量 解决流量过度集中导致的问题 另外还有我们的MMA 也就是monitor matched agent 这是由monitor的一些我们监控的方案下发以后 生成了一个个的具体的监控组件 这些监控组件主要负责监控的具体内容 这包括基础监控以及一些业务监控 监控的所有的数据产生 会放到我们的一个实践数据库的 monitor左边的monitor data当中 这里面的监控数据 因为我们控制面当中的监控对象的探测器 作为服务监控对象自发现的数据的依据 那关于我们monitor mesh方案的更多的一些细节 以及工作流程 下面我会交由我们的浪潮集团的同事 来给大家进行解释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浪潮数据的庞立叶 由我继续介绍monitor mesh 首先看monitor mesh的控制面 由它进行监控对象的发现和监控方案的制定 这个监控对象的发现和监控方案的制定 它可以位于中心云 也可以位于边缘中心 如果是位于中心云的话 它对下面所有的边缘云进行上述操作 如果它位于边缘中心的话 它是只针对本边缘云进行上述操作 这个监控对象的发现 它并不是靠批凡的业务用边缘集群的API来发现的 是通过监控数据来发现的 就这里 大家看这里 就是监控对象发现器 它是一些定时任务 它会定时的获取这个监控数据 当然这个监控主要是获取一些服务 一些设备的列表 还有服务和设备的监控 然后对它进行比对 监控比对它发现有些服务或者设备没监控 它就会制定监控方案 如果发现它这些虽然是有了 但是进行改变了 或者进行删除了 它也会对监控方案进行相应的处理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是这两个列表一对比的话 它发现新来了一个MARDB 它就会看监控对象的策略 发现MARDB有没有相应的监控策略 如果没有 它就到了监控策略的配置器 就这个监控策略的配置器 通过它进行监控策略的配置 如果是有监控策略之后 它就会往右走 它就会生成一个监控方案 这个监控方案 同时会获取监控策略 和监控的批准件 这样的话就是 把它变成一个监控方案 再继续进行实力化 它得到它所在的 继续信息 包括一些个性化的信息 就包括这个监控对象 是否要进行监控 还有它的一些个性化的配置 比如说MARDB的用户名密码了 这地方都是通过用户配置好之后 它就生成了一个监控方案 这个实力 同时会更新 这个监控实力的列表 这种也是我们为了 以后的更方便的控制 做完这些操作之后 它会将这个监控方案 然后同步下去 这个方案就包括 一些监控查件的信息 还有部署了一些配置 部署的方法等等 这个监控方案制定之后 就到了监控方案的执行 这个监控方案的执行 就位于边缘中心 这个MonitorMesh的Agent 它接收到MonitorMeshController 发来的这个监控方案之后 然后它做两部分操作 第一部分 它会拉取这些监控的组件 另外是将这些监控组件的 进行部署 拉取监控组件 这个地方以普罗米修斯 据例子 它如果要新部署一个 MeshDB的监控 它会拉取MeshDB Gipalter这么一个镜像 拉取了镜像当库 然后是再根据它的监控方案 就是部署Deployment Service 还有Service Monitor等等 这个地方 另外说一点 一些那个基本的监控 还是以普罗米修斯 举例子 还有一些那个 基本的监控 像 Noreny Porter了 比如说CoopLate的监控了 它是最开始 就随着边缘中心的部署 就已经部署上去了 而我们MonetMesh 是根据它反馈的数据 才知道哪些设备 没有被监控 或者哪些设备新插上了 或者哪些服务新部署了 然后是通过它 反馈的数据 进行的监控对象的发现 然后是在执行 制定的监控方案 所以说这个Basic Monitor 最开始是一定要部署 另外的话 看数据的采集 数据的采集是这样子的 每个边缘中心上 它有一个MonetSower 这个地方是 它收集该边缘集群的 降控数据 到了本边缘集群的 一个实际数据库里 这个实际数据就可能 用于降控的展示 或者告解 因为它这地方是 更实施一些 同时它会把监控数据 写入到一个中心云的 一个分布式边缘数据库里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可以进行 更全面的进行 监控数据的分析 可能是后续的一些 AOP的工作 各种 这个地方想说的是 就是说 边缘中心和中心云之间 这个网络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 它这个数据 可以全量的 写入到上面的 分布式实际数据库里 另外想说的是 这个监控的agent 到监控的serva 这块的话 其实像容器的边缘 可能大多还是 大多采用的都是 普罗密修斯 但是这个地方 边缘中心和边缘诺的之间 它存在弱网 或者是单向网络的问题 使用普罗密修斯吧 其实可能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方案 因为普罗密修斯的数据 它都是 进行普罗密修斯 进行数据拉取的 它每次拉取吧 只能拉取最新的数据 所以说 如果是 弱网情况下 是吧 它可能 就是有些 有些时间点了 它拉取数据 可能就是拉取不到的 另外的话 就是说 这种单向网络 单向网络的话 是边缘节点的话 它是知道边缘center的 边缘中心的 边缘中心可能并不知道 这个aginona 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是 需要加力隧道 而如果采取这种上报的方式的话 一个是我历史数据可以缓存 假如说我数据上传不上去的话 是吧 我数据可以缓存到本地 另外的话 它这个上报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不需要 是加力隧道 所以说这个地方可能是 就是更好的方案 可能就是说 monitor agent 进行数据采集 进行数据缓存 然后进行数据上报 这种方式 可能更适合边缘 另外的话 想介绍一下分布式数据库 因为是边缘的所有将空数据 都会上报到中心云上 对于这个的话 中心云的实际数据库 要存储要求就很高 另外的话 也可能 怎样才能更适合的 进行数据分析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选择的是 分布式的iflotaDB 分布式的iflotaDB 就是说它毕竟是 circle的嘛 它可能是 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分析起来也更方便一些 我们是自己开发了 iflotaDB proxy这个处件 由它进行数据非发 然后代表的切换 还有那个数据的缓存 当然 我们这个iflotaDB proxy也不是单点的 我们有keep alive 然后是确保 iflotaDB是活的 当数据 当数据来了之后 然后通过iflotaDB 按照我们预设好的 一些配置文件 通过 按照不同的series 下发到最下面 下面是部署的一些 iflotaDB的实例 你看那个iflotaDB1和iflotaDB2 它这两个是逐备的方式 iflotaDBproxy 然后是把series 相同的series 放给iflotaDB1和iflotaDB2 这两个是那个多写的方式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数据的主备 另外的话 iflotaDB1 iflotaDB3 iflotaDB5 它这几个合起来 就是表示了全局的iflotaDB 是数据的 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就是我们开发的这个iflotaDB 然后是确保了中心云 可以存储 全量的加工数据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基本数据已经采集 中心云上又有 又有全量的加工数据 这样的话 这个加工数据 就可以用来 可以被用来进行服务的发现 我们的整个系统 就整个都串起来了 行 上面的三个方面的 主要也都详细介绍了一下 然后是我再总结一下 我们monetMesh这个方案吧 这个方案首先就是说 我们的监控对象的这种 自发现的 它不需要频繁的调用 要不去的API 当然 它有时候这种边缘集群 特别是弱网的情况下 你调这个API的话 它可能返回的数据 就是也不全面 因为它有弱网 可能是边缘设备上 边缘集体上侵差的设备 它可能是远远网的问题 它反馈不到 也解决了 不需要频繁的调用这API 也解决了这个弱网 带来了 这个将固域上遗漏的问题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的边缘中心吧 它会按需的拉取一些 那个降空的图件 就是不需要存 全量的降空图件 是按需按照降空方案 来了之后 它按需拉取 降空图件就行 这样的话 既节省了存储空间 也节省了网络对宽 再有一个是 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说针对多边缘集群的场景 就一个边缘集群上 它的一个策略 很容易应用到其他边缘集群上 比如说 我对这个边缘集群上的设备 指定的一个策略 是吧 另外一个集群上 它如果版本什么没有问题的话 它也是一个设备 让很方便的 就把这个边缘集群上的策略 应用到其他边缘集群上 它是特别适合这种多边缘集群的场景 最后一个是 就是说它支持一共 我可能是不同版本的Cube Edge 或者是不同版本的OpArt 包括是多极群 这种的话 它整个监控 就不涉及到Cube Edge和OpArt 它本身的开发 它在这两个之外 就进行了整个的Montimash 这种监控系统 就是它整个都是在他们外层上 开发的 就不涉及它本身的版本 而且它适合这种不同版本的Cube Edge和OpArt 就这种 而且是多极群的情况 好 那我们的分享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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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